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在城市旅行时,我们会拍摄大量的街景照片 那最容易遇见也是比较容易忽略的问题呢 就是拍出来的楼是歪的,不够垂直 这和我们眼睛看到的现实风景有很大的差别 所以这些照片在看起来会有一些别扭 那么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让这些楼立起来呢 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在城市街景拍摄中的一些小技巧 以及在后期如何使用Lightroom进行修复 在城市拍照有一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一年四季都有的拍 冬天就算是树印都掉光了 也没有下雪的时候 还可以到街上去拍一拍建筑 咱们平时拍摄的时候呢 都是站在地面的角度进行取景的 因为近大远小的原理 距离地面比较近的建筑呢 就会显得比较大 楼的高处呢就会变小 所以拍摄的建筑呢 看上去就变成了梯形 同样的道理如果是从楼顶向下拍摄的话 那楼就会变成头大脚小的倒体型 这个呢就是相机镜头所产生的透视变形 因为只有相机和建筑完全平行的时候 才会达到绝对的垂直 无论是相机仰拍还是向下倾斜 都会造成透视变形 也就是说呢如果我想拍一个十层高的楼 那么我需要站在这栋楼中间的位置 也就是说五层到六层之间的高度 才可以达到绝对的平行 这在普通的拍摄当中呢 是很难达到的 但是可以通过一些拍摄技巧 尽可能的减少变形 相机镜头上扬的角度越大 透视变形呢就会越大 尽可能的保持相机的水平 可以减少变形 这个时候可以通过利用水平仪来观察 相机是否已经水平了 距离被拍摄的建筑越近 透视变形呢就会变得越厉害 距离远一些 变形也会变得小一些 站在建筑前拍摄呀 往往效果不一定很好 试着到马路对面 或者是距离更远的地方去拍摄 也许效果会更好 再使用广角镜头 特别是超广角镜头 广角端越大 透视变形呢就会越大 但如果能够很好的利用广角镜头的 这一个变形特点 也可以获得一张视角非常独特的建筑照片 特别是在拍摄室内的时候 尽可能的避免 以上几点可以有效的减少 透视变形 简短的总结出来就是 距离建筑越远越好 保持相机的水平 以及尽可能少的使用广角镜头 但因为拍摄条件的限制 比如曼哈顿就是一个例子 建筑之间的距离非常的近 在拍摄的时候 必不可少的就会产生变形 所以在后期使用软件进行修复 是必不可少的 操作起来呢 其实也很简单 打开Lightroom软件 打开软件之后呢 一定要选择右上角的修改照片界面 进入到这个界面之后呢 右边有一个叫做变换的工具 在变换的工具当中呢 点击垂直 就可以通过软件自动判断进行校正 这个就是自动判断垂直之后 所调整的结果 如果自动垂直 校正的效果呀 不满意 还可以拖动下边的竖直 来进行手动调整 在拖动竖直的时候呢 把鼠标放到任意一个竖直上 都会出现参考线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网格 来判断画面中的建筑 是否已经调整到垂直了 根据以上自动和手动的调整 基本上呢 就可以完美地解决大多数的照片 但是也会遇到比较复杂 并且比较特殊的案例 特别是照片里的建筑比较多 像我这一张 还有就是城市全景的照片 通常拍摄的距离比较远 需要调整的目标 看上去比较小 这个时候呢 就需要手动拉引导线 来告诉软件 哪里才是真正需要校正的 例如画面左边 柱子的位置 是软件判断失误的地方 我在这里边 拉一条引导线 右侧的建筑造型比较复杂 所以呢 也比较容易判断失误 我在建筑上找到一个垂直的线 所谓参考 比如这个砖的缝隙 为了保证画面中间远处的建筑呢 也保持垂直 我在中间呢 也添加两条参考线 在添加的时候呢 有可能点的位置 并不是特别的精准 可以在之后 点击引导线两侧的小方块 来进行调整 点击之后呢 会有一个放大的效果 中间的加号呢 就是参考线的位置 把它移动到建筑的边缘 就可以了 全部调整之后 点击右下角的完成按钮 这样一张城市街景的照片 就修复好了 通过Lightroom进行调整的时候啊 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 建筑变形越严重的照片 在后期被裁掉的部分就越多 所以为了保住自己想要拍摄的主体 不会在裁剪和二次构图的时候 被切掉太多 所以呢 在前期拍摄的时候 就需要预留出更多的空间 为后期做一些准备 从今天起 你拍摄的城市照片 就可以站起来吧 其实不仅仅是史外的建筑 室内的照片呢 也同样需要注意垂直 才会看起来更舒服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在这里分享更多旅行摄影的技巧 以及后期的修足教堂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